今天终于上传奇500分了 是时候拿我的甜心理想出来玩完了 那正上方就是这辆车的特性 不了解的可以先看一下特性 这是一辆后追车 不要问为什么用这辆后追车来玩 因为我怕开T车的话 他们赢不了我 好这边起步还是挺顺利的 这个T车也太狗了吧 直接把咱们挤墙上蹭咱们速度 这里巨压没码器 然后我们这里有的卡拉 小卡一下再延续过来 这个卡器呢也是挺重要的 因为这个延续过来后 撞一下墙速度损失比较大 快速出发很容易挤不满气 所以呢咱们前面卡一下器还是有必要的 这里直接断空飘 撞墙之后接CWW 测身单喷 快出之后马上飘一个ECU 管它撞不撞墙 反正角度差不多了就ECU 因为那个进到的话 一个ECU能快挺多的 这不咱们就靠着这个进到操了这个T车是吧 这里想弹没弹出来 因为这个车落后的话动力挺强的哈 有点难控制转向不是很好 这边两管弹器之后接一个进阶过来 那这边的话进到注意接一个小测身提前飘哈 然后快速点几下飘一键 这里是一个小飘之后快速出发直接射下来就走了一个空中进道啊 这边虽然咱时候这车也是顺利拿下第一好再来到这把西部矿山啊分配到了最边边起步 咱们直接两个侧身单喷就行了啊 那最近这个双侧身起步也是发现挺实用的很多人都在用大家可以去练一下哈 哇哦这边被T车蹭了一下爽过头了东倒西歪的这里连续弯把氮气延续到这个弯哈 然后来一个小暴力哎呀渴了啊 然后小飘过来之后接一个侧身哈 那这里呢留一个小喷然后进阶延续ECL 是不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别说你听不懂就连我在说什么我都不知道啊 好的这个甲弯要一个内切内的甩尾啊 这样你看这个内切还是超车了这个T车啊 超了T车之后呢咱也是一路稳到底拿下第一啊 好的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谢谢收看